第二章并购尽职调查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课程模块设计图 目前我们已经到了第二个模块 并购尽职调查 在第一个模块当中 我们讲解了并购的动机 当一个公司有了并购动机之后 它决定要开始进行并购 但是在真正进行并购操作之前 还要进行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件事情就叫做禁止调查 所以我们的第二个模块 就是讲解关于禁止调查的相关的事情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什么是并购禁止调查 我们为什么要在并购之前 要进行禁止调查 实际上原因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通常并购是一件 耗资巨大的一个风险投资 并购本身会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和很多风险 在现实当中 我们知道很多并购实际上是并不成功的 并没有真正给企业带来价值的提升 比如说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 真正可以帮助企业提升价值的并购还不到10% 在世界资本市场上来看 很多很重要的并购 耗资非常巨大 但是最终并没有给企业带来很多价值的提升 比如说戴姆勒 奔驰花费400多亿美元并购了克莱斯勒 AT&T动用1000多亿美元收购了TCI和MediaOne 美国在线收购华纳时代等等 这些并购案例耗资巨大 但是最后并没有给企业带来很多价值的提升 那么如果我们来分析和总结一下 这些并购案例失败的原因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在并购之前对并购的风险预判不足 预判有误所导致的 那么我们知道在并购之前 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可以帮助我们对风险进行预判 对信息进行收集 这个工作就是禁止调查 所以我们后来发现很多并不成功的案例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在并购之前的禁止调查的忽略 和禁止调查的不足所造成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禁止调查的定义 禁止调查是指一个并购公司 当确定了目标公司之后 要对目标公司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资产评估 这个全方位的资产评估的过程 就叫做禁止调查 禁止调查的内容包括所有会影响到并购决策 以及并购结果的任何的关于目标公司的相关因素 禁止调查的结论会帮助并购公司做出重要决策 首先它的结论会帮助并购公司决定 是否要继续进行并购还是要退出进行并购 第二如果要是继续进行并购 那么禁止调查的相关结论会帮助并购公司 做出最后交易结构的设计 以及对价的确定等等相关重要决策 禁止调查主要有以下重要目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避免意外 验证卖家描述的情况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 我们知道在一个并购案例当中 买家和卖家呢是站在两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的 对于卖家来讲 他总是希望能够在并购当中获取更高的对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卖家他就有动机去粉饰报表 去包装资产 那么从买家的角度来讲 他一定是希望能够降低对价 所以呢对于买家来讲 在并购之前真正交付对价之前 应该很好的去考核 去调查这个卖家资产的情况 看卖家的资产和卖家的描述是否一致 以避免过度支付 以避免一些并购之后的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 第二个重要的目的呢 是加强目标公司的关系 我们知道经常我们把并购也和婚姻相比较 那么在结婚之前啊 男女双方要进行一个恋爱的过程 这个恋爱的过程主要是要进行一种沟通 通过更多的沟通能够增进彼此的了解 也为了日后在婚姻生活当中能够更加和谐 实际上并购呢也是如此 我们知道在并购之后 两个公司两个经济体最后会形成一个经济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实现协同效应 能够提高公司绩效 还是需要这两个经济体能够在一个比较和谐的情况下 共同发展 共同相处 那么这就需要在并购之前就有一个比较融洽的关系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知道进行尽职调查的过程当中 买家和卖家要进行多次的沟通 买家和卖家也要互相配合 才能真正完成一个好的尽职调查 在这种情况下 买家和卖家在沟通过程当中 也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 能够使得这个彼此之间能够建立起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样的一个关系 也为日后的整合可以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第三个重要的目的呢 就是了解公司的法律义务 我们知道很多公司 他的资产可能会有很多跟法律相关的一些事宜 那么比如说税收方面的事宜 比如说环境污染方面的事宜 比如说一些公司 他可能有一些知识产权 那么这些知识产权 他是否有排他性 他这些知识产权是否有合法的使用权等等 那么这些相关的法律事物呢实际上是需要去调查研究 核实的 那么禁止调查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呢 就是要把这些事情呢都要搞清楚 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呢 就是更好的去了解目标公司 他所在的市场 特别是一些细分市场 细分赛道的一些行业信息 那么通过这些信息的获取 也可以对企业未来价值的预判 能够做得更加清晰 再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日后的整合做准备 我们知道真正最后的公司通过并购能够实现价值 还是要通过并购之后的整合来实现 所以呢 在禁止调查当中 我们就可以去预先设计一些未来整合的一些路线 那么禁止调查的一些信息呢 也可以为未来这个有效的整合提供很多意见和建议 这个就好比我们经常要是在买房子的时候 在购置资产买房子的时候 在房子还没有买的时候 我们经常就会思考 这个房子如果我要买了 我应该如何装修 我如何分配 这间是给孩子 这间是给老人 那么并购也是同样 在这个真正进行并购之前 很多公司也要预先的有这个日后整合的一个计划 最后 禁止调查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 为是否要进行并购做最终的一个决策 我们说实际上禁止调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帮助企业要做最终的一个是否要进行并购的决策 那么禁止调查可能会花了很多时间 花了很多钱 但是呢最终的这个答案是企业不应该进行这个并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就应该果断的放弃这个并购 因为这个所花费的这个资金和时间在禁止调查上都是沉默成本 不应该会影响到这个企业未来的一个决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通过禁止调查 却发现啊这个并购案例并不能够真正帮助企业提升价值 那企业应该当机立断来这个止损来这个拒绝这个交易 下面对这个小节做一个总结 为什么要进行并购禁止调查 并购禁止调查呢 它实际上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帮助并购公司避免失败的交易 我们这里指的失败的交易 并不是指的这个交易并没有最终的完成 更重要的是指这个交易虽然完成了 但是并没有给投资方真正创造企业的价值 真正带来这个企业的价值的提升 那么这种失败呢 我们希望通过禁止调查呢来避免 禁止调查呢它本身是这个目标公司对它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评估的过程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禁止调查能够获取更多的目标公司的相关信息来指导最终的并购交易 那么这个禁止调查的主要的目的呢 也是希望通过禁止调查 通过预先收集更多的信息 使得交易双方能够有更多的彼此了解 能够真正更有效的评估交易是否真正应该进行 以及希望通过收取更多的信息来指导我们进行交易结构的设计 甚至是并购之后整合方案的一个规划 不得太行 和于纽约 所有人都께서的母约并购之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